恒大花费1600亿打造的海花岛 在这里居住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期视频它来了 本期视频呢也会从我的吃穿住行四个方面 跟大家讲清楚我在这里身为一名普通的游客 旅居生活的体验感 和这里到底适不适合旅游养老度假 这一次我来到海花岛呢 我是打算在这里居住一个星期左右 所以这期视频呢只能算是一个初体验 以后呢还会分享在这里长时间居住 会有哪些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优缺点 如果本期视频有什么讲的不对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指出 海花岛分为三个岛屿 一号岛主要是提供给大家作为娱乐 二号岛主打的是普通住宅 三号岛呢主打的是高端别墅 像我这一次居住的地方 就是在二号岛 绝大多数的民宿酒店也都开在二号岛 可能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海花岛的住宅价格还是较为便宜的 这一次我居住的民宿酒店 60块钱一天 户型就是那种上下的富士房型 当然也有很多的房型供大家选择 有大型的公寓开间 最贵可能也就是在100左右 一天的价格 像我住的这个房间 年租就是800到600块左右 大家如果想来到海花岛居住 我建议大家还是住开间或者平层 这次我是真真正正的体验了一把富士房型 真的非常不方便 建议大家就不要选择了 住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呢就是饮食的方面 我住的小区楼下就是一条大型的商业街 购物饮食也都在这条街上 饮食的口味大多数都是东北味 如果您要想吃点海南当地的口味 那就可能是要去镇上 当然也可以选择到镇上买菜购物 回到自己的房间做饭 再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点外卖 种类还是蛮多的 根本不用担心饮食这方面的问题 海花岛的气候相对比于海南三亚时 是要冷一些的 我询问在这里过冬的老人得知 这里的冬天温度也会出现零上十几度的时候 会持续一个礼拜左右 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像我这次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寒流 温度还是蛮低的 室外就属于那种阴雨绵绵 室内如果不开空调的话 还是有一些阴冷潮湿的 但是这样的天气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大家如果有想来到海花岛过冬的打算 可能还是需要带两件稍后的卫衣 以防不时之需 海花岛的面积还是蛮大的 在岛内通行都是有免费的公交车 穿梭于一号岛 二号岛和三号岛的 只是等车的时间会稍长一些 一般的情况下都在一个小时左右 坐车的人还是蛮多的 也可以选择去坐他们岛内 大爷大妈运营的电瓶车 通常的起步价都是在10元左右 可以跟他们讲讲价 七八块也是能到达目的地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在二号岛内通行 如果想要去一号岛 还是需要坐小区内免费公交车才能到达 当然也可以选择开四架车在岛内通行 只是只能在二号岛和三号岛通行 停车会很麻烦 像我都是在社区内骑共享单车方便些 暂时来看海花岛居住的初体验 印象还是蛮好的 至于接下来长时间居住后 会不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可以看我接下来的视频分享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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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